看一下题主题 随着现代人生活越来越富足 养宠物已成为一种风潮 加上单身贵族以及不生育子女的双薪家庭互数增加 这些需要陪伴的族群常会饲养来宠物作伴 使得台湾宠物的数量渐渐抵重 比0到6岁的婴幼儿的人数还要多 也带动了宠物市场庞大的商机 但养宠物除了经济上的资出外 还要注意相关的法律问题 像是许多人不知道 宠物用剩的药品不可以任意上网贩售 否则会被主管机关处以高额的所谓的罚款 饲养宠物的主人除了花时间照顾宠物外 可能要多费心思了解相关的规定以免触罚 那我们看一下59题 根据上述的内容 下列何者社会变迁的趋势最能符合文中的叙述 那A是讲出生率跟时间的关系 B是讲社会增加率跟时间的关系 C是讲核心家庭互数跟时间的关系 Z是讲顶刻家庭互数的关系 那上述文里面呢 他讲到一个所谓的单身贵族 跟不生育子女的双心家庭 那不生育的双心家庭呢 就是所谓的顶刻族 那我们跟他也讲到所谓的 随着那个人类的 随着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富足 然后不生小孩的越来越多了 然后都来养宠物 所以我们看一下答案是猪 答案为什么是猪 你看一下随着 随着现代人越来越富足 这时候一直往 时间一直往上 那你有没有看到 所谓的顶刻家庭跟随着时间 不断的往前越来越多 所以答案是猪 那同一题呢 他后半部讲到所谓的文中题起 违法行为应受到处罚 然后与下列合者应付起的法律责任 类型相同的 他这里讲到的违法行为 是讲同一个题组里面讲到的 当你养宠物的时候呢 你剩下的药品呢 结果你拿到网路上去贩售 这时候你触犯了法律 他问你说这样 触犯的这个法跟ABC诸 这个四个讲述的这个四个案例里面 事件里面哪一个是相同 上面的跟这四个事件哪一个是相同的 那要讨论ABC诸四个所谓的事件的时候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 我们要了解一下 在动物用药品管理法里面19条 它其实有规定 贩售动物用药必须得到许可证才能贩卖 那如果违反的时候会依照同法条 40条规定会处以9万块到45万块的罚款 那既然看到罚款 这个讲到所谓的拿到网路上去贩卖 然后被罚钱 那被罚的钱是罚款 那罚款就是行政法规 那罚金才是刑罚 罚款是行政法规 那我们就来找一下ABC诸四个事件里面 哪一个是属于行政法规的部分 A未依契约规定完成施工 没有按照规定完成施工的话 契约是属于民法的范围 所以不是行政法规 那我们看B拒绝酒册遭到吊销执照 拒绝酒册遭到吊销所谓的驾照 这个驾照是违反了所谓行政法规 到路交通管理条例行政法规的部分 那看C未进兵役义务遭到起诉 那这是违反了兵役法 这兵役法是属于刑法的特别法 所以它是属于刑法范围 那看租酒后驾车造成公共危险 那造成公共危险罪 那公共危险罪的部分 公共危险是属于刑法范围 那这里罚款是属于罚款 罚款是行政法规 那只有B是行政法规的部分 所以答案是B 帮助刑法范围 issä 八部 小